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冰分娱乐现在开售。 好声音目前的晋级竞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,非常激烈,10月26号好声音半决赛录制已经完结,据网友爆料晋级名单已经产生,山英纯,潘红,宋宋宇宁,曹阳,斑马,森林,傅星瑶,贾一腾晋级,苏伟和陈梦涵遗憾淘汰。 本节好声音跟网节有些不同,开创了原创赛道,增加了对选手的创作能力考察。 就在10月23号晚,苏伟淘汰了原创歌手赵子话,让了众多网友纷纷为赵子话鸣不平。 有朋友说赵子话创作实力和演唱实力确实很强,只是在PK的时候歌曲没有唱好遗憾,却输给了拥有独特音色的苏伟。 大家后来本以为苏伟会凭借着实力冲进五强,但是却遗憾被淘汰了,连七强都没有进。 原来在好声音这个流量和实力并存的赛道,苏伟只是陪跑啊。 潘红作为李宇春战队的种子选手,李宇春对他给予厚望。 在PK环节,潘红虽然败了,造成了整个局势发生变化,然而李宇春给了潘红很多次展示的机会,想让潘红展示自己,潘红也不负众望,拿下了七强的晋级名单。 而单一纯从初始到现在的人气一直是高居不下,面对场上这么多的前辈,年仅18岁的他丝毫没有胆怯, 实不知他两年前已经在《我想和你唱》和李建合作过了,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回锅肉选手。 难怪在场上表现的是游刃有余,初选就以一首永不失联的爱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赞赏。 后来在PK演唱像风一样,李建老师给予高度评价,他说我怀疑你的身世,一个18岁的姑娘拥有到超越年龄的稳重和台风,真是天生的歌者。 的确在扇音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生代的歌者,看到他对于歌曲的把握太好了,通过了官方新势力把一举拿下了热度的第一。 而在好声音的官宣海报上呢也是稳稳的占据C位,可见他的歌唱能力和热度都是居一首位的。 虽然官方后续换了宣传海报,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热度,如今第一晋级也是实之名归。 目前四个战队只剩下了七名选手,而李宇春战队只剩下潘红,李荣浩战队仅剩下斑马森林。 在接下来的七金五肯定是不能够淘汰的,要不我导致林雪远景揪到总决赛,岂不是太尴尬了吗? 剩下的五名选手,单一纯应该是稳妥的晋级,而淘汰的两名选手将会在宋宇宁、曹阳、傅信尧、贾一腾当中产生。 我觉得最大可能性可能是淘汰傅信尧和贾一腾,根据热度和流量来说,他们俩不及其他的五位选手。 好的声音要用实力证明,目前潘红、单一纯、宋宇宁都在夺冠热门当中,让我们事物以待吧。 中国好声音节目是很多观众都爱看的节目,看着新人在导师的指导之下一路过关斩将,确实很过瘾,而且每次最终录死谁手都是一个大大的悬念,引发观众们的猜测和议论。 目前在观众们的期待当中,中国好声音的比赛非常激烈,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时候了。 在10月23号晚间播出的最新一期节目当中,第一场18禁酒的混战赛结果已经出来了。 赵子化、前江涛、比诺曹人声乐团、陈欣等四位选手被正式淘汰。 苏伟、宋宇宁、潘红、陈墨涵等四位选手顺利进行了九强,进行下一轮的PK。 据悉九强名单出来以后,后面就是新一轮九进七的淘汰赛了。 在10月26号晚间,本轮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,下面就把结果公布吧。 先来谈谈九进七的第一位被淘汰的学员是苏伟,礼剑战队的黑马。 纵观苏伟最近的比赛状况,她那轻量偷偷的嗓音获得了评委和观众们的一致认可。 很多人都认为她是本级最大的黑马,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苏伟并不被看好。 她唱了很一般,唱功并不是特别优秀的,在盲选的时候只获得了二转。 当她后面的比赛当中,G203的战胜了谬苏,马路,赵泽化,一路过关斩将。 如此娇人的成绩是很显赫的,也是很自然的就让苏伟成为了被大家公认的黑马。 那时又一道的后面全是精英,九强当中的其他选手也都很优秀,表现更加粗色。 而苏伟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,已经是超常发挥了,所以被淘汰掉的话也属于意料之中了。 分析一下离间战队的其他的两位战将宋宇宁和单一纯,久近期被淘汰的可能性不大,因为二人实力较为强劲,一路碾压对手,在前期的比赛当中没有被打败过。 其中单一纯的实力更胜一筹,因为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她几乎没有什么败绩。 于是有人猜测,单一纯很有可能是今年的冠军,也是观众们公认的种子选手。 而苏伟在最强的战队争对赛当中曾经被曹阳打败过一次。 说实话,苏伟后来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,虽然被淘汰,但是她演唱的《牵软的手》《浮光略影》《童话顺》等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也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和很多关注的喜爱,已经大大出名了。 以后在演艺圈的路会更宽,成功的机会将会大很多。 下面再谈谈久近期被淘汰的第二位学员李永浩战队的陈莫涵。 在前期比赛当中陈莫涵的战绩并不理想,几乎处于垫底的地位, 她在盲雪的时候勉强获得了二转,在导师对决赛当中又输给了齐心。 不过在18禁酒的比赛当中,陈莫涵翻唱的《我的心太乱》确实打动了很多人的心。 不仅嗓音独特,有磁性,高音部分有能够轻松的驾驭, 关键是演唱时候的感情很丰富,唱得很投入,于是顺利赢了禁忌九强。 对时由于九禁七的全是高手当中的高高手,陈莫涵实力确实有限,被淘汰也是属于情侣之中的结果。 目前呢,礼剑战队有九强的时候,三人已经淘汰了一人,变成了现在的两人。 但宋宇宁和单云淳实力不俗,唱功出色,属于王牌种子选手。 顺便说一句,单云淳还是第二期的人气选源,深受粉丝们的喜爱, 在后面的七禁五晋级决赛很有可能。 九强的时候,李宇春战队的唯一选手潘红,本轮也顺利的晋级了七强, 潘红不仅是长相甜妹,歌也唱得特别棒。 凭借着潘红的实力,最终进入到决赛五强应该也不会出意外。 李宇宏战队如今也仅剩一人,有人说邦马斯林肯定能够顺利进入到决赛五强, 因为节目组应该不会让某位老师提前出局。 这个呢,还真不好说,比赛不是给面子,看的是实力。 而最后的斯林凤战队,目前则成了最大赢家, 只有他这个战队在九禁七,没有任何人被淘汰,仍然还有三人。 不过后面的七进五的半决赛将会更加刺激, 会剩下几人呢,现在还不好忘加猜测,只是目前占优势而已。